到底藍牙耳機可否改善 Insta360 X4 和 Ace Pro 的收音效果呢 我們來聽聽 第一 正態拍片比較 我會先用 E-MIT Airflow 藍牙耳機連接 X4 做幾個測試 今天下街做一個 Insta360 相機的收音測試 測試一對 E-MIT 藍牙耳機連接 X4 和 Ace Pro 之後的收音效果 好了 連接了 E-MIT Airflow 這對藍牙耳機 現在正在用藍牙耳機的收音 我想你會很明顯感受得到和沒有藍牙耳機的收音效果的分別 背景聲音應該靜了很多 少了很多 Noise 用 Ace Pro 去測試效果會不會有不同 在片尾試給你聽 現在我們走出去動一下 第二 邊走邊拍 我先來一個簡單的一邊走一邊拍片 一邊說話去測試這隻收音咪的效果 我起先 今早原本和朋友玩到木舟 但一起來就下雨 你會看到現在附近都下雨 所以我未必可以走出去 Cancel 了 就可以下來拍片 測試藍牙收音咪了 有沒有下雨呢 咦 剛剛停了一點 你會看到上面有很多雲 所以如果真的出去玩到木舟的話 應該都會變成下湯雞了 今次脫了一隻藍牙耳機 做同一件事 拿著相機一邊走一邊說話一邊拍片 現在真的下雨了 今早沒得玩到木舟 下個星期就會出差去旅行 即是要下個星期才可以回香港試玩 給大家看 他們的收音質素 沒有得跟要駁線的無線收音咪套裝比較 後者的音質會好一點、自然一點 那為什麼不用那些呢 第三 防水 用流芽耳機的最大好處就是不需要駁線 機身依然防水 下雨影都可以 我們先聽聽內置咪影 又下雨了 現在出來測試 還有沒有得防水 我的選擇是不會用那些的 所以防不防水 就是兩者最大的分別 繼續做其他測試之前 我們先來 第四 開箱 包裝正面 側面 後面 側面 下面 上面 打開 即是看到充電盒 先試一下 E-MIT QR Code 給你走進去看 Quick to Use Guide 打開 Dongle 耳塞 USB-A 去USB-C 充電線 說明書 也蠻厚的 還有一個布袋 充電器 整個黑色 大約一隻手掌那麼闊 正面有個品牌 Logo 前面有一個按鈕 後面 有USB-C 的充電口 打開去看看 一對耳機 還有一支麥克風 想知道怎樣把藍牙耳機 配對Insta360相機 可以看回這條影片 我們繼續出去做測試 第五 邊跑邊爬 今次會先用Airflow 藍牙耳機 之後用內置手的麥克風 給大家聽聽有什麼分別 現在帶了一隻藍牙耳機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Insta360相機 拍攝時一邊跑一邊要說話 例如介紹附近的景點給人看 如果有的話 用一隻藍牙耳機去收音 效果應該會好一點 現在斷了一隻藍牙耳機 直接用內置收音去收音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我通常會在設定上 將收音模式轉為運動抗風做模式 防止風放進咪咪中時 滑滑聲 現在試試一邊跑一邊拍片 一邊說話給大家聽 現在正在用相機內置收音咪 雨很大 這個位置應該是遮不完 希望不要碰濕自己 這次開了藍牙耳機 一邊跑一邊錄影給大家聽 這個魚越來越大 這個位置是完全遮不完的 另外一個用藍牙耳機的好處就是 第六離機拍攝 用了藍牙耳機之後 就不需要經常黏著相機 才可以拍片說話才收得清 那我一邊圍著相機一邊走 等會可以做一個Tiny Planet 或者是一個Rolling Planet 都可以的 那現在邊走邊拍 那我要快點拍 因為現在天氣很黑 應該很快會下大雨 我不想弄濕的身 下午還約了人去吃飯 對比之下現在掉了一隻藍牙耳機 就換上機身內置的所有耳機 這邊懷疑這部相機變慢 一樣是正在Tiny Planet 那些Rolling Planet 收音的效果應該會比較差 因為我和相機距離都比較遠 這樣可以離開相機多遠離型呢 第七距離測試 測試接收距離 現在開始慢慢測試 現在大約離開1米距離 這裡離開大約2米距離 這裡大約3米 這裡大約4米距離 可以收到嗎 這裡大約收到5米距離 最後這裡離開相機大約6米距離 6米用藍牙耳機收 我猜應該收不定 走回來 現在大約5米 5米能收到嗎 希望快點停雨 這個測試也有問題 好 接著這裡大約4米 哇 很大雨 大約4米 4米 這裡3米 2米 1米 收音效果是怎樣呢 現在走開了離開相機 大概3米距離 去做測試 1米的收音咪 現在外面下雨 所以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測試環境 因為一邊有雜聲 另一邊有距離 用藍牙收音咪 收音效果是否真的會更清 我待會會試一試 把這支咪 是時候說說很多人手上都會有的另一對藍牙耳機 第八 對比AirPods 當然Insta360相機如果支援藍牙收音咪 就不一定要對應這支VMIT的耳機 例如它原本是設計給連接Apple的AirPods 或者其他藍牙耳機都可以 現在就轉去AirPods給大家聽聽 現在就轉去連接蘋果的第一代AirPods Pro 相信很多用iPhone的人都會有用AirPods 所以有了AirPods連接Insta360相機的拍片 其實都幾方便 因為你已經右手不用特別買 但我之前測試過好幾代的Insta360相機連接AirPods Pro 收音效果都是一半半 現在跟剛才的設定差不多 附近有些下雨 我依然來的相機大約2-3米左右 一邊動一邊說話 現在嘗試一邊帶著AirPods 另一邊走一邊用X4去收音 如果你想AirPods好好的連接X4 就記得把iPhone的藍牙關掉 因為iPhone和AirPods是天生一對 它經常會自動連接 會搶了X4的連線 繼續看AirPods和E-MIT Airflow的比較 我只知道我第一代的雙效果很麻煩 經常會有脫音 真的有些字會變了 現在嘗試一邊跑一邊說話給大家聽 情況應該都不太好 轉回Airflow 一邊跑一邊說話給大家聽聽 用了Airflow 一會後 發覺它不像我對Apple Airpods Pro第一代會脫音 你一邊說話 一邊錄音你會錄得所有你所說的字 這個對我來說應該挺重要的 如果它真的收音收音得那麼好 我接下來的歐洲旅程 就會直接帶它 可能帶一部Ace Pro或者X4 試試在歐洲拍Vlog給大家看 但坦白說話 我這一對是Apple的第一代AirPods Pro 真的很威舊 之後它應該出了兩三個版本 新版本連接Insta360相機收音的效果 有沒有改善到呢 我就不確認了 如果大家有新版本的AirPods 又連接Insta360相機測試的話 可以在留言告訴其他觀眾 你的體驗是怎樣的 現在轉回到E-MIT的Airflow耳機 這隻耳機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香港一間賣耳機的公司 聯絡我問我有沒有興趣 測試這隻耳機 其實之前我也收到不少藍牙耳機的測試邀請 其實我都推了 因為我的頻道主要是講360相機 耳機雖然可以連接到360 但不是我測試的最主要核心 這隻耳機為何我會接受呢 因為它有小咪在這裡 我覺得有小咪之後 其實如果可以找個方法 連接到X4之後 又不需要戴在耳朵上面 都可以收到音的話 應該是不錯的 但可不可以不戴在耳朵上面都收到音呢 我等下就會測試了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它的 第九背景噪音測試 相信聽到這裡 大家都會聽到 這雙藍牙耳機做了很多降噪 所以收音沒有那麼自然 但某些情況挺有用 先給大家聽一下我背景有多吵 後面有個機房 裡面有風扇運行 所以很吵 現在正在用內置耳機去收音 效果是這樣的 我不說話給大家聽聽 後面有多吵 吵 吵的 是不是 現在就帶了一隻 AIRFLOWS的耳機 在同一個位置 後面同樣的機房 吵 我一邊說話 一邊拍片給大家 看看 你能否聽得出分別呢 強調多一次 其實你用很多不同的藍牙耳機 都可以連接到 INSTA 360 X Pro 或者Ace Pro 但為什麼我覺得這隻 挺有用呢 就是因為它有小咪 這隻咪會令到咪 更近你的嘴 所以收音的效果應該會好些 最少比我對第一代的AIRFLOWS Pro AIRFLOWS這個降噪功能 很明顯真的可以 專注於你的人聲 聽到你說話聽得很清楚 而將背景的雜音 就消除了 但這樣清除了背景的聲音 是不是代表最好呢 未必 看你想表達什麼 如果你想表達給觀眾 看你周中環境的情況 有附近的環境聲音 表達出來的效果應該會更加好 但我真的需要多點時間 去旅行拍VLOG 那時候看看效果如何 才可以跟大家說清楚 如果你是著重 只是想讓觀眾聽到 你說什麼 聽得很清楚的話 這個降噪功能就很有用 我現在走進了機房 你應該都會聽得很清楚 我說什麼 我想告訴大家 魚就終於下完了 我有點餓 現在下去就買早餐吃 下一點是我一開始比較擔心的 第十 不戴上耳朵上面用得不可以 究竟這對AIRFLOWS的藍牙耳機 可不可以不戴在耳朵上面收音呢 現在就試試了 脫下來 拿著它 對著咪咪說話 可以不可以呢 試試一邊走一邊說 如果都可以 就正了 因為我想到辦法 把它夾在衣服上 就不用戴上耳機 因為始終戴上耳機 都有點奇怪 而且去旅行的時候 通常喜歡聽著AIRFLOWS 如果可以這樣錄音 就最好了 試試這樣放在這裏 就這樣放在這裏 就這樣放在這裏 對手放在這裏 一邊說話 一邊走 這樣收音的效果 可以的話 就最好了 搞得好 你看 將耳機放在三嶺裏 就可以做到收音 接著透過藍牙連接X4 就搞得好 現在耳機放在三嶺裏 沒有做任何固定 就這樣放進去 所以就不可以跑動 這樣拍片都很方便 因為耳朵 就再不需要戴上耳機 我可以戴上我自己聽過的AirPods 另外 你是不需要戴上兩隻耳機 才可以做收音 隨便戴上一隻都可以 而咪仔可以插在兩隻 其中一隻上面 做了Ace Pro 測試之前 在我的影片描述欄 由這對耳機的專用購買連結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我們繼續 第十一 Ace Pro 連接AIRFLOW藍牙耳機測試 這部Ace Pro 都可以用藍牙連接收音咪 首先現在聽到的內置收音 現在是指向增強模式 Ace Pro 的收音咪的效果都不差 如果不是很大風 用這個模式 應該都收得很清楚 剛才錄的時候 都感覺到少少風 現在就轉去抗風重模式 給大家聽一下收音效果是怎樣 現在就轉為藍牙耳機了 現在就連接了一隻E-MIT的AIRFLOW藍牙耳機了 大家聽到的收音效果 就是這隻耳機收到出來的 風的大小跟剛才差不多 順便說回 用了藍牙耳機之後 在設定裡面的收音模式 只有立體聲可以選擇 就沒有再選擇抗風噪了 試試做距離測試 放下Ace Pro 然後慢慢向後走 現在大約1米距離 準備走過去2米 2米距離 3米距離 3米距離 3米距離之後 後面就是4米距離 4米距離之後 這裡就大約5-6米距離 5-6米距離 5-6米距離這麼遠 收音應該不太好 現在慢慢開始走近一點 現在大約是3-4米距離左右 大約3-4米距離左右 大家聽成怎樣 讓我試試用語音控制去停機 Stop Recording 一邊跑道 一邊用Ace Pro 一邊用藍牙收音咪 現在風勢都很大 我相信這隻咪都頗受到風的影響 應該會錄到下去 那大家現在感覺是怎樣 聽完之後有什麼留言 在留言告訴我 現在用來自收音咪 開了降風做模式 一邊跑一邊錄影給大家看 風就比較大 不知道會不會好過用咪 因為吃了風之後 它是否真的可以幫助降噪 相信你都會聽得出 這隻耳機其中一個不好處 第12 缺點 首先就是它遇到大風的情況 不然不太行 現在轉到HF Pro 藍牙耳機手上 然後應該不會由我的左邊 變得那麼大 應該都吃光了 然後就是每次打開相機之後 都需要重新連接 你最少都要進去設定 藍牙耳機這個位置 打開藍牙 之後它就會找回耳機 都需要一些時間 每次關機之後都要做 你看到它正在找 填到 但是好消息就是 不需要把耳機放回充電盒 都可以連回 另外當然是收音的確沒有 專業的無線收音咪那麼自然 OK 現在做個第13 總結一下我對Insta360相機 連接藍牙耳機的看法 對比坊間為拍片而出的藍牙耳機 以我所知 例如DJI那款 都可以直接連接到X4 這雙耳機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用來通話用 可以連接電話 當一個普通電話的藍牙耳機用 其實它這個產品設計出來 主要是用來開會的 你聽到一個品牌名叫E-Meet 即是代表是For Meeting用 但是它可以傳過來 我測試到 亦都用到在Insta360相機 就試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的唯一目的 就是用來拍片收音的話 用DJI的收音咪應該就會好一點 因為它亦都很方便 可以夾在E-LAN上 亦都是主要用來收音 尺寸又小一點 很多東西都簡單 但如果你是想買一件東西 有多功能的 平時又可以用來聽歌開會 都可以連接X4或H Pro去收音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隻E-Meet Airflow耳機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其他藍牙耳機的話 記得去試試連接X4或H Pro 可能會有意外驚喜 衣服效果未必一定是很好 但至少你已經有那隻東西在手上 所以立即可以試玩和試用 如果幫到手就可以了 想看Insta360新的電話Gimbo 可以按這裡 我是Nika 再見 拜拜 拜拜